北市天母號稱德東飆車王的檢桑宇 去年三月撞飛正在過馬路的兩名高中生 以及66歲的四姓婦人 而釀成一死二傷被起訴 法院審理時他跟將他把錯全部都怪罪在三名的路人 說他們是突然走出來才會害我撞上他們 更像法官眾叛願意要前安樂死 而如今判決結果也出爐了 今年八月法院開庭時 三十九歲的簡姓男子否認犯刑 而且還毫無感情念出預備好的稿子說 我是這起事件的生還者之一 如果真的被判重刑願意前安樂死 而審判長聽完之後 鶴赤問你是在威脅法官嗎 如果判你有罪是法官的錯嗎 而法院今天上午十點宣判 以汽車駕駛人行經行人穿越道 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 而犯過世致死人與死罪 半處四年 而判決理由還有待公布 而66歲時死者的謝姓婦人 女兒聽到判決結果表示 長久以來緊繃的心情稍稍的緩解了 而感激安心遺憾難過失落交雜其中 一路上肇事者的態度囂張狂妄 顛倒黑白的受害下 法官們檢察官以及律師 記者們多次為我伸張 安慰我這是大家極盡全力為我們三的受害家屬所爭取來的 我非常的感激 而他說但兩名高中生未來完全改變了 我失去了唯一的家人 這樣的痛是不能治癒的 但這個判決就像是止痛藥 讓我們不這麼痛 再一次謝謝各位的幫忙 好 接下來關注到身價百億元的國保集團總裁朱國榮 因為涉嫌炒股內線交易遭法院來判刑 同時限制出境出海交保金額高達五億元 沒想到今天卻傳出朱國榮疑似棄保潛逃到菲律賓 警方卻晚了四天才向法院通報掀起各界熱議 朱國榮九月七號前往住家附近的信義警分局 三張黎派出所簽到 隔日應當簽到人卻沒有出現 而警方直到十二號深夜十一點才向法院通報 消息傳開後掀起各界熱議 刑事局國際科表示 朱國榮目前並無出境的紀錄 研判可能是搭遊艇偷渡出境 而傳國朱國榮潛逃的目的是菲律賓 但現階段還無法證實 警方已經成立專案小組全力查跡當中 而關於外界質疑朱國榮切保潛逃 法院當初為何不使用電子監控設備儀式呢 高等法院澄清 金融案件的被告通常無及時性的危險性 若未羈押 一般以巨額交保限制出境 定時到派出所報導等方式處分 很少實施電子監控 接著轉換焦點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娛樂消息 由韓國人氣男神女神普旭俊 還有韓韶希搭檔主演的Netflix韓劇 金城怪物目前正在拍攝第二季 沒有想到傳出有一名工作人員 在拍攝期間身亡 目前警方正在申請進行尸檢 釐清死因 對此Netflix也有發生回應 根據韓媒Star News獨家報導 正在拍攝金城怪物2道具組的一名工作人員 近日遺憾離世 目前確切死因仍然是未知 警方為了掌握死亡原因 目前委託國力科學調查研究所進行尸檢 對此Netflix的相關人員回應表示 我們對此深感喚息 為故人祈求名符 也向家屬表達深切的哀悼之意 接著指出 目前與製作公司為了一起掌握確切的情況 正在進行密切溝通 金城怪物原預計在2023年下半年公開 題材是以怪物驚悚為主題 2022年的10月就結束第一季的拍攝 目前正在趕拍第二季 好接著我們把話題轉回到國內這邊來 被稱為是地表最強夫妻的王陽明 還有蔡詩雲最近被爆出了婚變消息 前天蔡詩雲出席活動的時候 她有回應了婚變消息 說幸福是自己給的 而昨天王陽明出席活動時就被問到說 覺得幸福的定義是什麼呢 來看看她是怎麼回答的 幸福啊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是要愛自己 然後你要先了解自己 怎麼去 You know how to be happy by yourself 然後how to be happy 你這樣子才可以去讓別人開心 你自己不開心 你怎麼去讓其他人開心 所以我覺得開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你要有mental health 這個很重要 這個mental health的中文是怎麼講 是這邊的 心理健康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都是可以關心所有的朋友們 所有的人 對啊 中秋節 中秋節什麼時候 下禮拜 下禮拜 我還不確定欸 我好像有工作欸 我要繼續拍乘船 對 所以就沒有辦法團員 團員喔 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好問題 我還不確定 我要看一下工作 對 北市大同警分局時任寧夏派出所所長葉玉昕 替奪三命的台版柬埔莎首腦攔到查個資 收受了現金賓士車還有泰達幣等等 更找了一名嫩妹替他藏不乏所得 昨天法院開庭嫩妹是否認現行 並且說以為現金還有賓士車是葉玉昕追求他才送給他的 你跟葉玉昕是什麼關係 為什麼開著他的賓士車都不會覺得怪怪的 是他的小三嗎 台北市大同警分局時任寧夏派出所所長葉玉昕 替奪了三條命的台版柬埔莎首腦藍道杜成哲查個資 還幫忙牽線陳世綱律師涉及其中 更收受了現金 賓士車 泰達幣等賄賂 葉玉昕甚至找來一名流姓嫩妹來幫他藏不乏所得 而葉玉昕等人被依法起訴 20日法院開庭 葉玉昕和陳世綱皆否認貪污及洗錢 劉女也否認犯刑並表示 以為現金和賓士車是葉玉昕追求他才送他的 不過葉玉昕卻當庭留下男兒淚深情的說 妻子受打擊而流產 希望能夠交保好好陪伴妻子